NGO相当担心的是因为当地的粮食不足 卫生环境有差 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目前其实在孟加拉的难民营 已经传出了白猴的疫情了 腹泻也实有所闻 接下来包括了祸乱 麻疹可能也会散播开来 孩童可能会活不过五岁 目前孟加拉已经和缅甸政府协商了 预计要遣送洛西亚人返回缅甸